我看了这一篇这个所谓黑她的整个历史之后呢 我们且不管是不是田嫂姐 但我确确我看完我就觉得脑海中冒出了100个名字 就是你的生活当中这种女生多不多 到处都是 你知道吗 就是她只是虽然她不见得变成王的女人 她可能变成甜的女人 张的女人 和的女人 但她的这个上位的方式 也就是那种睁眼说瞎话的方式呢 或者是把自己的黑历史 想办法在某个某个关键时间点 用一个方式洗白的方式 我叹为关注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田小姐做啊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重点是 男人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愿意听这些 明明你知道这些黑历史可能是真的 你为什么就买单 这才是我最大的一个 我现在就是第一个感觉是 你让一个女人被另一个女人代言 是一个灾难 嫉妒心出来的时候 你刚才讲的确实也是我那天注意到的 田小姐发表的这个演讲 这个演讲呢 我也看了 就是为了做节目啊 我就看了全文 实际她讲的内容也是个很正常的内容 不外乎就是在讲 就是说从小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这个偏见 但是这个标题呢 有点诅咒发誓 就是我发誓不靠男人 我发誓怎么要怎么怎么着 我觉得这个这个标题啊 是可以商榷 就是说 你说你要不要 就是你得了便宜 还卖官 你不可以说 我相信她有她的努力 毕竟要追到王先生 或王先生要追她 她还得有自己个人的一个魅力 她才可以靠近这个圈圈 我总觉得是这样 反而忽然间发觉 那种腿张得开的女生 我反而佩服 就说因为你腿张得开 我张不开 这就是我们俩最明显不同 就我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 所以你可以拿到我要的东西 我觉得或许这是某一种 make sense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有一种女人 我没有办法接受是 你腿要张不张的 然后你还能够装唇 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 我发现你婚后却是有点变化 过去没听过这么说话的 而且没差也有说话 就是这种在这边这种游移 如果你做了这件 我看过很多女生就说 我就是靠这个 我说怎么了 就是靠男生 但是我利用了你的 你的这个男人的这个诠释 或者是朋友圈交友圈 但是我利用这个像邓文迪这样 我利用这个 但我又自个人努力 我靠我自己的学历 我靠我自己的社交手腕 我慢慢的爬上位 那我觉得这是一回事 但是你在这边 明明靠了他 又说完全是我自己 然后呢 明明没读这 没读这间学校 就过了个水 跟我讲说 你是名校毕业 这件事情 这种人 又又婷 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个阶段 我们可以退后一步来看 是 因为 不能随便让女的谈女的